日本国会收到了一份录像 据报道 录像显示 9月份发生的中国渔船和两艘 日本海上保安卿 见寝相撞事故是中国渔船船长造成的 国会议员尚未决定 是要公开这段录像 还是只限于国会议员观看 中日官员正在越南参加 东盟和东亚峰会 此次事态发展 可能使双方为修复两国关系 做出的努力 复杂化 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两国膨胀 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已经进行 日本检察官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 提出要求后提交了这段录像 日本共同事报道说 录像是日本海上保安卿拍摄的 录像显示撞船事件是中国船长造成的